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 看看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两个slit 它们相距0.2mm 这只有0.2mm,画这么大,要不画这么大 你根本看不见 slit到达screen,屏幕上距离是一公尺 你看,这只有0.2mm 这个一公尺,那这个 实在小得很,那现在我们看 这两个都是相干光源 会在这里产生干涉 但是这就有亮文,有暗文 对不对 它说,距离中央 7.5mm 是它的 第三条亮文 第三条亮文到这边 距离 Y3 是等于7.5mm 是等于7.5mm 求光源的波长 求光源的波长 那么我们就用D D D就是这个宽度 0.2乘十字幅三字方公尺 R 等于这个 Y呢 就是等于7.5mm 它是毫米了 M是等于3 可以 因为 这里是量文 我们就用量文的条件 量文的条件 光尘差等于波长的整数倍 那么这个Sita 我们看这个 这是 这个中间到这个中间量文 这个是到第三条量文之间 这个角度 Sita 这个Sita 就是指这个角 OK 从这个霞峰当中 其实这个霞峰没有我 划得这么大 你划得 它只有0.2mm 所以这个 当然是从当中开始算 到这里 这个是Sita 这个角 这个角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的这个角的正确函数 就等于正切函数 正切函数 Tangent Theta 3 over 3 over R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数字里面 我们把这个Sin Theta 带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就得Lamina 等于Dy over Mr 你把Y带进去 D带进去 M是第三条 R是一公尺 我们就算出来 这个距离呢 这个坡长呢 是500个Nanometer 500个Nanometer 10的付9 就是Nanometer Nanometer OK 像以后做这种题目 你的图要画得清清楚楚啊 你图不画出来 你写这个人家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你图一定要画 我们从一开始教你们物理 我就教你图一定要画出来 图一定要画出来 图一定要画出来 好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例题 用一块云母片 遮盖双峡缝中的一个峡缝 这是两个峡缝 这个是没有遮盖的时候 这个是用 这个没有遮盖 画的还是一个空气 这个就是云母片把它盖起来 好 那么中央量纹柱 原先是第七条 就是没有盖的时候是第七条量纹 盖了以后呢 就变成中央量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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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个第七条量纹呢 你这里用的余母片一盖啊 它变成它的中央量纹 那现在 那现在如果我们所用的这个波长 是五千五百个angstrom angstrom上面还有一个圈圈 ang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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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十的 负十之方公尺 云母片 问云母片的厚度是多少 好 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毒画出来啊 这是光尘 S1到这里的光尘 这是S2到这里的光尘 原先是这样子 后来我们把这个地方用个云母片 把它盖起来 它的光尘就变成R2' 这里呢 就是R1' 就是我们假设这里也有一个东西盖住 不过它跟空气是一样的 所以空气的薄末 空气的薄末 这个长度是 好 盖住以后就变成新的 其实它这个盖跟没有盖一样了 好 于是 我们现在就先看 没有盖的时候 这两个光尘 是等于什么 我们知道光尘差 要等于波长 整数倍就是量文 对不对 那就是M等于零 第七个量文就是M等于7 7量 没有盖的时候是ΔR等于7量 现在把它盖起来了 H后的云母片 盖在这个 Extrude的地方 这个时候的光尘呢 阿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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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当作是 就等于这个 我们当作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 空气的薄末 空气的薄末 那空气的薄末 光线走这里的时候 它就是E倍的H 因为它这个直射率是E E层H就是光尘 所以剩下来的这个呢 就等于R1-E层H R2呢 R2呢 R2 它本来是这个 好 现在 减掉这个 这厚度也是H 不过它的直射率是N 直射率是N 好 好 那么 假定 这两个光线在这里 中央产生量文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个DELTA R' 等于0 R2' 叫做R1' 要等于0 那我们就把这个带进去 R2' 叫做R1' 这个字子可以化成这样子 那就是N-E R2-R1 就是等于原来的光线差 所以 我们就可以求H H就是等于原来的光线差 被N-E来除 N就是什么呢 N就是云母片的 这1.6 这1.6 这不是7 是1.6 这个写错 1.6 1.6 这个写错 那你把这个处处看看 是多少个cm 因为这个我弄错了 可能不是这个 算了说 这里记住 这是1.6 1.6 1.6 这不是N-E 这一题 也是讲的两个 狭凤的干涉 现在我们要看这个 马上要看这个 薄末的干涉 这里有一个实验很好玩 这里有一个玻璃片 玻璃板 它再有一個光源 就是真的光源 真的光源 我們這樣子 把光源從高的地方放在這裡 它會遮到這個板上面 然後呢 遮到你的眼睛在這裡看 它反射到你的眼睛 你眼睛從這個反射線 就以為它是在這一邊 我這個圖 你看光源在這裡 它出去兩條線 它有好多條光線是輻射狀 一條射到你的目鏡 一條射到玻璃板 再反射到你的目鏡 所以你絕對 進到你目鏡的兩條線 一個是原來這一條 另外一個呢 這裡反射 就以為是從這個S1過來 S1其實是它的像 但是它兩個是相干的 因為同一個東西 於是因為兩條光 到眼睛它的光層不一樣 所以就會有光層差 有光層差的話呢 那有時候你會看到亮紋 有時候會看到暗紋 就是你調整這個高度 調整這個高度 它一會兒是暗紋 一會兒是亮紋 一會兒是暗紋 一會兒是亮紋 一會兒是亮紋 那目鏡 就是說你擺在這裡 你目鏡呢 從玻璃板 較高處 逐漸移近表面 就是說你的目鏡 在這裡也會看到 又有一條到你眼睛 有一條呢 有一條 反射 它這個地方其實是一種散射 散射 這一點也是哪 什麼方向都有 也有一條到你眼睛 在這裡不僅是反射 是散射 所以你的目鏡呢 從這裡看到 從這裡開始看 一到一個地方是亮紋 再移下來一點 又是暗紋 再移下來一點 又是亮紋 移到最後了 接近這個玻璃板了 它是一條暗紋 當你這個距離都接近玻璃板了 那就是這兩條線的長度幾乎是一樣了 光層幾乎是一樣 就是長距離 光總的距離幾乎是一樣 但是為什麼是暗紋呢 距離一樣就是 如果真空裡面就是光層一樣啊 那應該是亮紋啊 為什麼是暗紋呢 合理的解釋就是說 這個光線 直接射到你的眼睛 跟它反射以後的光線 當中有一個相差 就是說 反射線呢 跟這個原來的線 會有一個相差 這個相差正好是拍弧度 拍弧度 拍弧度 拍弧度就是 拍弧度呢 相差是拍弧度 就相當於啊 這兩個光層差 是二分之的 其實它的長度沒有改變啊 但是因為它有一個相差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相差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相差 畫成這個光層的話 就是二分之兩分了 合理的解釋就是 光在表面反射的時候 相位改變了拍弧度 這個是玻璃板喔 那有時候啊 不是喔 有時候 有時候光線 比如說從水裡面 再擺一個玻璃板的話 一個是水裡面的 一個是玻璃板的 這個時候光線從水裡面射到 不是 不是它這個 我講錯了 假如這個是玻璃板 這個是水的話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那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這個折射率 比這個折射率大 現在這個我們當作是一 這個折射率大於一 所以它反射會呢 會產生一個拍弧度的相差 如果說 這個折射率 所以入射的這個 戒指的折射率 大於這個 反射物質的折射率 大於它 結果它反射沒有相差 反射就沒有相差 這是我們從實驗得到的 所以這兩個你要記住 光線從較小折射率的戒指 行進至較大折射率的 戒指表面 而反射的時候 相位呢 改變一個 pi rating 但是 光線從較大折射率的戒指 進行到較小折射率的 戒指表面 反射的時候呢 相位不變 這兩個一定要記住 等一等我們就要用它 好 現在我們看薄墨的干涉 interference of thin films 這是一個薄墨 假定這是一個造墨 肥造墨 肥造墨 上下都是空氣 肥造墨的折射率N2 大於空氣的折射率 現在我們假設 光線從這裡垂直射入這個 肥造薄墨 肥造的薄墨 我在畫斜的射 其實它是垂直入射 你如果都畫垂直的話 它入射線跟反射線同一條 你就看不出來了 什麼關係都看不出來了 好 那麼我們故意畫偏一點 畫偏一點 這兩個干涉 就入射線進去 它有反射線對不對 反射線 你看它的反射線啊 經過第一層戒指的時候 有個反射 然後這裡是穿射 折射進去的 然後到了這個界面呢 又是兩個不同的戒指 然後又有反射 反射以後再穿射 所以從這裡出來的線 同一個入射線 但是它反射以後啊 一個是直接反射 一個是這個面的反射 就兩條線 這兩條線 如果光層差 是波長的整數倍 那麼你看到的就是亮穩 如果這個光層差是二分之一 波長的激數倍 那你看到的就是暗穩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看 反射以後 反射以後 如果要產生亮穩的話 如果這裡 眼睛擺在這裡看 要產生亮穩的話 這個光層必須滿足這個關係 我們剛剛講過 光層是這個關係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個光層 這條線跟這個線的光層 要看這個 因為這條線 射到這裡來 這個就是它的反射 另外一條呢 它穿進去了 再反射回來 再從這裡過去 起點都在這裡 但是這個比它怎麼樣 多了一個這樣的路径 假定從這裡到這裡 路径長都一樣 那麼第二條就比它多了一個這個 對不對 多了一條這個 好 這個是什麼呢 光 進來一次 如果這是H 就是一倍的H 反射又是一倍的H 這是它的路径長 它的光層呢 我們剛剛說 光層就是路径長要乘上 射射率 所以 它的光層 光層 光層 當然這裡頭的光層 是2N2乘H N2乘H 因為 這個是一次H 這個兩次H 2H乘上N2 但是我們還要看這裡 就是它的這個 路径長 可是 在這個折射 這個反射線 你看 它是從折射率低的 到折射率大的 所以這裡有反射 我們假定原來的這個 這個像是0度 它跟它一樣 產生一個拍度的向差 就是比較增加一個拍 這一條呢 我們知道 反射會有這個 相差的改變 折射沒有 折射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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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反射 這個反射是從大折射率 到小折射率 所以這個反射沒有變 沒有變的話 它跟它一樣 是0啊 再一次穿射也沒有變 所以這個 跟它比 多了一個拍 這跟它比 一樣 所以這兩個 會有一個相差 這兩個相差是多少 是拍度 拍 相差是拍的話呢 那我們這裡可以用 你用二分 拍度就是相差二分之兩的 你用正的也可以 用負的也可以 用負的也可以 好 OK 人格說起來應該是 好像用正的比較合適 因為這是固定的查 你這個變一個 總會把這個 這個減少了 不過我們寫正負二分之拍 好 好 那這個 就是 這兩條光線 在這裡產生 相長 就是量文的條件 而這個delta 呢 R呢 又等於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實際上產生的相差 那這個 等於這個 這兩個是指令它相等 令它相等 我們這裡用負二分之一拍 你看 那麼到這裡的話呢 這個就是等於 這麼多 你看你這裡啊 如果用負二分之一拍 那你這m就可以用零開始 如果你這用二分之一拍呢 如果用正二分之一拍呢 那你這個m就一開始 ok m就一二三 好 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量文的條件是這個樣子 量文的條件 在這裡產生量文的條件 是這樣子的 反射線 反射線一跟二 如果要產生 這是 這是量文 暗文呢 如果是暗文的話呢 那這個要改變了 這個就等於 delta r 等於 m 加二分之一量文 那這個 好 產生 好 我們把這個 跟這個 這個還是不變 這個還是一樣 這個 因為這個實際上的這個路徑差 跟這個變相還是這樣 你把這個跟這個相等 那二分之一量文的約掉 那這就等於 rn2h n2就是在這裡頭的實施率 等於這個 那這就是暗文的條件 ok 這樣就會不會做啊 我這一套方法 可能跟書上面 他用的可能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他 這個地方變拍 就是 變一個相差 這個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我們現在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油墨的干涉 假定有一層油 比如說沒有 好像一個船 沉掉了 翻掉了 它裡頭的油漏出來 漏出來 就在海面上呢 形成一層墨 油墨 油墨的上面是空氣 油墨的下面是海水 這三個折射率不一樣 三個折射率不一樣 好 那你在這個上面看 這個光還是直射 還是垂直入射 就是你坐的飛機在上面看 你看到這個油啊 會有顏色 你下雨天你看到我們路邊 常常會有集水 水上面如果有一點油的話 汽油你就看到這個汽油上面的顏色 奇奇怪怪的對不對 五顏六色 而且會變 一下變這個顏色一下變那個顏色 好那現在我們就看 假定你眼睛垂直往下看 那光線反射過來 你看到的這個 這個油 這張油墨是什麼顏色的 它就是從它的反射出來的 脫長是多少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就看 你這這個要看 顏色那一定 這兩個 兩個光線 它的相差 要是 有什麼相差呢 就是它的 它的相差一定是脫長的展數倍 這種脫長你去看它是一個亮文 就看得見 如果是脫長一半的 奇數倍你就看不見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看 好 入射光線 這垂直入射 不是斜射 然後第一次反射 在油墨的 空氣的這個界面反射 因為摺射率小到摺射率大 所以它要改變一個 然後穿射過來 這個穿射不變 跟這個一樣 然後再反射呢 因為這個也是小摺射率 到大摺射率 現在這是N 很小於N2 小於N3 在這裡又變了一個牌 變了一個 牌弧度 穿射沒有變 所以這兩個呢 跟原來那一筆啊 都變了 一個牌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 它就是什麼 同像 對不對 已經是同像了 這是我們先看到這個 好 但是亮文的條件還是這個 一定是這兩條光線的光層差 光層差 是波長的整數倍 好 那現在我們看這個 光層差是什麼 光層差就是 從這裡到這裡 還要加上這個反射 的 它的 向差的改變 好 真正的光層 來是H 往下傳是H 再往上傳也是H 所以兩倍的H 這是它的距離 光走過的 成在N2才是光層 才是光層 還要加這個 這個跟原來的比 就是這兩個 這個是π 這個也是π 也就是跟原來的比 這個變了π 這個也變了π 等於沒有變了 這兩個同像 所以這個就不要加了 就是0了 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相等 就是這個 這兩個相等 所以現在呢 lemina mlemina 就等於2N2H 那這個lemina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字知道 N2如果知道的話 H知道的話 那你這個m 可以是0123 我們用1,2,3 你可以去lem 那是多長 好 對的